画面上是基隆一姓碑国小排球赛男子组冠亚军之争 由中兴国小对上中和国小 两所学校的校长也都亲自到场为选手加油 而最后一个对决中和国小回击之后球出界 中兴国小拿下了冠军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体健科还有排球委员会 非常感谢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和林坤黄副总经理 对于排球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关心 让小朋友有更多的赛事 可以促进他们的学习经验 让他们在球场上面有更多的展现 让自己增加更多的信心 那希望小朋友他透过这么多赛事的比赛 能够让他们的球技更加精进 共同为基隆市争取很棒的好成绩 今天是冠亚军的比赛 然后我们是特地来给小朋友加油的 因为小朋友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打得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争取最高的荣誉 因为中和国小的场地真的是很少 很小 所以呢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我们觉得很不错了 我看到最开心的就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运动都停下来 那这一次呢刚好疫情结束 然后呢这个杨校长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谈到这个排球比赛 所以看到小孩子们他们又出来运动了 我们就特别开心 因为运动对身体怎么样 会强壮 有强壮的身体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赛结果由常盛军中兴国小 荣获男生组冠军 赌男国小夺下了女生组后冠 另外男生组二到四名 分别是中和盛兴五赌国小 女生组则为中兴八斗中和国小 基隆云姓副总林坤黄也亲自颁发奖座给胜出的队伍 我们因为办篮球赛以后会发现到 有办比赛小朋友比较有一个目标 因为就好像我们在读书 因为没有考试你都觉得自己很会读书 考完试才知道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透过比赛的话小朋友他们会比较怎么样 认真的练习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会发挥这个团队精神 礼貌部分我发现学校教得很好 这次好像都不要我提醒 我发现他们在对裁判纪录台 他们该做的动作做得都非常的到位 比赛圆满落幕 参赛队伍也向师长和裁判们表达感谢 基隆一姓副总林坤黄也期许学子们 从排球运动中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 与运动场上的尊重与礼貌 持续的学习为基隆争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抗交办会 你说别说